全境的各位僑侯 各位朋友们 各位来宾以及新闻媒体的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7月止月发肝炎 一国两制放光芒 海外赤子掌翻炎 万众一心爱春华 今天我们在费款隆重集会 是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的25周年 纪念日和举办座谈会 首先 请让我代表美国福建会馆及全体同仁 向现场的来宾 同仁以及祖国同胞 香港同胞 自以城市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 香港虽然保经百年纷纭 但背靠祖国 面向世界在香港特局政府和香港同胞 携手同行 砥砺奋境下 25年来 克服重重困难 战胜一切挑战 欲破重生 每每都能自我突破 重新出发 25年来 经过仿佛验证 实践证明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 是具有良好的愿景和长大的使命令 我们必须坚决责一国两制的精神 长期坚持一国两制的政策 将有利于维护香港长期繁荣 稳定发展 将有利于维护祖国储存同意 将有利于为中法民族轨道复兴做出贡献 一国两制是一种大序所施 大是所趋不可逆转的方针政策 香港的回归是展现着祖国的长大 一国两制的成功 在国际上好评如草是体现祖国同胞 香港同胞的智慧更是展现着海外乏人乏家的凝聚力 开创新局面实现新中博 我们海外乔包始终的香港同胞 祖国同胞在一起 东方明珠浪漫伊朗精彩宽城 我为今天的香港喝采 为爱国者治港加油 过去二十年来 我们一起见证的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我坚信下一个二十年 东方明珠将会更加璀璨伯幕 我终身祝福 香港明天会更好 终身的祝福回到了祖国 繁荣昌盛国代名昂 谢谢大家 大家好 尊敬的各位会讲 各位同仁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会馆 在这里进行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的座谈会 这书名的香港回归后的政策是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的道理是一个硬道理 一国两制可以让香港发展得更好 发展得更繁荣 所以随主席也说过 又要说 香港的政策必须交给爱国者 不会交给破坏香港的人 我们要忠心的支持香港一国两制 我们也祝愿香港明天会更好 我们祝我们伟大祖国 黄荣昌盛国泰民安 谢谢大家 尊敬的陈江云主席 尊敬的各位桥林 大家上考 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来 在中国大陆在国家的这个支持下 香港应该说取得了非常的成功 香港呢 当年的这个97年的七月一号 这个回归 其实呢 接下来那一段时间 刚好是泰国这个军民混暴 引起了整个这个亚洲 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动荡 香港呢 当时呢是在这个 索洛斯西方的这个 一些这个 为了金融想赚这个钱的时候 这个股市的这方面呢 也一直是 变下降 然后呢是大陆这个 把这个外汇的禁止去 把香港这个 禁止呢 也会变下降 所以说 香港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支持下 香港 会取得了 非常的 这个 这个 前几年这个 香港呢 这个 又有这个 学生呢 这个 一些不法分子的这个 引起的动荡 也是中国大陆 最后这个 这个 出手 这个协助香港 稳定的香港 把这个 香港这个 呃 人民的生活 各方面取得了 稳定下降 所以说香港在大陆这个 努力 帮助下 一国两制 取得了 非常成功 香港 香港的明天 一定会更好 香港的 明天 一定会 更加 欢容 全胜 谢谢大家 昨季呢 前站员主席 昨季呢 各位元朗 名誉主席 前期的 还有各位 我们的老朋友 新朋友 大家 中国好 我是 狭乡里面主席 我姓華 我代表狭乡里面 全体不能 像今天 我们 会館 召开的 香港 回归二十六年的 这场会 表示热热祝 也祝 该会 今天 开的圆满成功 香港 是我们 中华 人民共和国 神圣的领土 回归二十五年 施行了 一国两次 车底力 抛掉了我们 私底 我们中国 是最后 还不是最后 还有一个 台湾是最后的 所以说 香港 回归 因为它 我们有祖国的 强大的 它的 经济 政治 不管什么 都是蓬勃的滑架 但是 由于抢进来 受到西方 这个 回归 帝国主义 干涉 所以是把 香港 变成一位 万零 韩人 他们很非常 政治 还有经济 但是 我们 中国 你抢大 在后 所以说 它 这是 有了 滑 港 倾向 所以说 我们得到 中国大陆的 彻底的支持 进行的安全 化 所以说 香港现在 已是大 香港的明天 一定会更加的 明亮 更加的 滑路 不强 我们中国 肯定会 世界 不败 所以说 我们是一个 强大的 中美国国 谢谢大家 尊敬的 尊敬的陈江云主席 各位同仁 大家 祝我好 我是梅花同乡 联合组会的主席 政治会议 今天来参加 有福建会馆 主办了 庆祝香港回归 25周年 这是百年来 一步 近代史 十五个真正中介 一国两制 甚至香港人民的拥护 与爱战 在这里 我祝福 香港人民 回归祖国的怀抱 这颗东方耀眼的民族 一定会 吹唱 非法 同时 野猪主席国 更加强大 防护场 国泰民安 谢谢大家 党主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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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主席国党主席国 大跟行 祝福报罪 全境的纽约市议员阿米小姐 各位乔宇 各位同胞 新闻媒体 大家朋友 各位同胞 新闻朋友 大家 中午好 今天 阳光正好 归功故障 是一个苏星的好日子 明天 将是美利坚合作国 诞生246周年竞资议日 在我们缅怀营业的立国壮品 和发扬新鞋的立国精神之际 让我们一起 埋穿宠定之心 树木之情 向新调集致敬 同时 请让我代表美国不建立法 及全体同仁 向现场的来宾 乡亲们 致以前任的愤怒和美好的祝福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 能不能 崇尚自由 开拓进取 鼓励自主 所有的人 不分身后 无量不射 都为 实现自己的奔向 而鼓励奔斗 纵观历史 我们华人 在未建设美国伟大事业的队伍中 从未缺席 任劳任用 潜伏后继 今天 在未 怀疑压疑的人数不少 然而 参战议政的距离 却少之一之 因此 我再次呼吁大家 务必要 团结一致 努力通过参战议政 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来恢复自己的权益 来恢复自己的权益 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再次尝诧 美国武器卫馆不仅是一个 致力于服务社群 方便服务侨胞的组织 更是所有侨胞的坚持的后盾 不管身中意境 重要是 京都海南 美国武器卫馆 尽全体同盟 将秉承专卫精神 义无反顾的为维护中美 的关系而努力 为维护世界和平 听传教了 最后 我衷心祝福美国 衷心祝福大家 恭祝大家 感情快乐 感情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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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真的要谢谢 美国武器卫馆跟小卫兆 我去年这个时间 一年以前 我是站在这里 跟大家拜访 也是展示给大家 我的美国的莫头 他说是希望 我们必选上司议员 所以现在 我真的要谢谢大家 我们必选上司议员 美国是 我们大家移民来美国 我是继续来美国 都是要追我们的莫头 那现在是很重要的 只会你说 我们应该传绝 帮助大家 帮助市区 是因为是怕是最无常 最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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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大事后 我们的老师说 我们是鼓励的 我们还有一个赤银 所以现在 我跟大家在一起 希望 一级内合作 帮助我们的市区 谢谢 好 首先 今天 在这个 大家 取博欢庆的 节日里 我带着 孟高文 国会议员 向福建会馆的 各位朋友 表示 最诚致了 节日的问候 祝你们 各位 节日愉快 刚才 这个 程昌英会上讲了 这几天 阳光明媚 全美国都沉浸在 这个 欢乐的下期之中 希望 各位 福建会 朋友们 去家 大家都 节日愉快 都很高兴 但是 我们孟一元 呢 就没有大家 这个福气了 孟一元 现在 还占 华人 必须 为了 咱们 华人的 一些大的 事情 还在继续的 跟走 继续的 做工作 啊 这个 因为这个 节假日嘛 咱们朋友们知道 也是个 搞关系 拉关系的 好机会 啊 希望那个 孟一元希望 今年呢 能够通过 把这个 啊 华人 农历 新年 啊 定为 全美国的 法定 假日 所以呢 孟一元呢 一直 不遗余力的 在 这个 推动 这个事情 孟一元 这两年呢 第一个呢 是通过了 反对歧视 演绎的 法案 第二个呢 是在全美呢 通过了 要 建立 啊 亚裔 历史博物馆的法案 所以呢 希望这个 农历 今年这个法案 也能 也能够 尽快的通过 啊 为我们 生活在美国的 华人 啊 啊 尊光啊 为大家 多多谋取 更多的 福利 好 谢谢大家 再次祝大家 节日快乐 deserved 再次祝你们 欣账 好 今天该活动 安全 Cup 很多 Estabbit 明天再见 不行 巨巨巨 injust 跟饭 ña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